我们上一堂是讲到RL电路 就是一个电路上面除了有电动式之外 它有电阻还有一个coil 就是有一个线圈电磁线圈 就像这个样子的 这是电磁线圈 这两个是电阻 这个是电动式座 那么这里有一个switch 它关到这边就是接到1 就是这个图 如果这个switch接到2 那就是这个图 现在我们假设这个 起初switch在这个位置 那现在我们把switch接到图1的时候 这个电路上面原本没有电流的 现在要开始有电流 如果这个没有coil在这里 没有这个东西 那就是电动式串人一个电阻 那么这个电路的电流就是v over r1 可是现在因为有这个线圈在这里 这个线圈呢 它从没有电流 要变成有电流的时候啊 它里头的磁场就从没有要变成有 于是它就有一个感应电动式 这个感应电动式呢 是跟电流的方向相反 所以电流是这么流 那感应电动式就是这样子的 因此这个电流啊 不会一下子就是v over r1 因为它有一个反方向的感应电动式 所以它是从0慢慢增加增加增加 最后到最大值 最大值 OK 好 那现在我们呢 就假设 我把这个switch关到1 它开始计时 开始计时哦 那就假设这个时候 这个电流呢 这里有电流 i i在这里 有电流i 就时间t的时候 有个电流i 在这里 这个地方流 好 那么我们根据科系科夫的电压定律 我们把这个回路上面的 每一个元件的polarity 把它写出来 这个负这个振 电流这么流 所以这里振 这里负 这个电压是v over r1 这个有个感应电动式 跟电流相反 所以它是负的振的 这个叫v l v l 那么 我们根据科系科夫电压定律 两个降 连续的降落 等于一个上升 v r加上v l等于v 然后这个 v r呢 就是这个呢 它是i乘r1 所以是感应电动式 就是l di over dt 我们方向已经写了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只要写它的大小就好 然后等于v 那方向已经在这里 已经考虑到这里去了 好 那么起初的时候啊 这个叫sacred equation 这个一定要会写啊 这个会 会写得出来 好 起初的状态 就是t等于0的时候 i等于0 i等于0 这个等于0 可是啊 di over dt 那不等于0 那就是说 电流起初是0 可是电流会增加 它的增加率啊 是v over l 就是0的时候的增加率 它增加率呢 会慢慢的变小 就是它只要是正值 在电流去增加啊 一路增加上去 幕后的状态就是 接上去很久很久以后 就相当于t approaches infinity 增加率就不再增加了 它不能永远增加上去啊 好 这个等于0 所以这个时候的电流呢 v over r1 这就是它的最大值 最大值 好 那么现在我们要解 在t等于0跟t等于无穷大之间 电流跟时间的关系是什么 那我们就把这个设置啊 化成这个样子 对 化成这样 就是啊 大家都被r1 每一项被r1来除 然后一项变成这个样子的 好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 积分的 这个 这个是两端积分 di 这个搬过来 这个 负r1 over l dt 拿过来 好 这个积分的结果呢 就是我们 这个地方积分了 这个积分是变成这个 然后我们把log变成 exponential 这个数字就可以变化成为这个 你们自己回去要倒一次 要倒一遍 i就是这个值 电流 好 那么电流的变化呢 di over dt 你就把这个数字 微分一下 就是这样的 那我们把l over r1 当作是一个 因为这是一个常数 它的单位是等于时间的单位 所以叫做时间常数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数字里头的 把这一项 写成这个样子 有时间常数在里面 OK 你用这一项也可以 用这个也可以 用这个的话 你要记住它的时间常数是这个 好 那么我们可以画出图来 像电流 如果是一节exponential这样的 你看 t等于0的时候 exponential 0次方等于1 1节1等于0 电流等于0 然后这个等于无穷大的时候 这个等于0 电流是最大 所以它是这样的一条曲线 那记住 如果这里是exponential 是1节exponential 那么这个曲线就是上升的 如果像这样子的 只有一个exponential 那么就是下降的 这个曲线是下降的 就是说 电流的增加率是随着时间变小 那么I的曲线就是这样子 那么I求出来了 我们可以求VR1 VR1它就等于R1乘上I 等于这个字 R1乘上I I我们就用这个 你也可以求VL VL等于什么呢 是LDI over DT 就是等于 你把这个DI over DT 这个DI over DT 带到这里来 它就变成这样子了 那这个曲线是下降的 这个voltage是随着时间下降 这个voltage是随着时间上升的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 刚才我们解决这个 它接到位置1的时候啊 I是等于这个字 我刚刚解决来了 那么我们看 当T等于0的时候啊 1整1等于0 1整1等于0 那这I在T等于0的时候呢 它是0 0的话就是这个电路没有 电路上没有电流啊 就表示这个时候呢 那可以把这个coil 当作是段路 coil当作是段路 T approaches infinity 就是接上很久以后啊 那么这个V呢 很久以后啊 这个T变成无穷大 Z变成0 所以I在无限长的时间以后 是等于V over R1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当这个coil是短路的时候 这个电流就是V over R1 所以可以把线圈当作是短路 OK 那就是短路 好 那么 这个是这个电路 Switch接到1的时候 它的起初状态跟落后状态 这个非常有用要记起来 你这个要跟以前那个电容器一起记 如果是电容器 时间等于0的话 它是等于短路啊 这容器跟时间Approaches infinity 它是短路 这两个正好相反 这要记住 好 现在我们看 我们现在把这Switch 接到位置1 经过一段时间 这个上面已经有电流了 已经有电流了 那我们就把这个Switch啊 关到2的位置 已经有电流了 好 就像这个 跟这个接到1的电流 已经达到I0的瞬间 把这个S切换到位置2 然后重新开始计时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通路就是这一条了 不是这一条 原本电流是这么流 接到这里的时候 电流是这么流 可是你这Switch 一接到这里的时候 这个电动式就不作用了 就没有人供应能量 那这个电流呢 应该就瞬间就停止 由它供应的电流 顺应停止 但是因为这里有一个Corel 你的电流 从有变成没有的时候 就是这个地方的磁场 由最大值变成 它变小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式 跟电流的方向 要相反 因为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 它跟电流的方向相同 OK 因为它是从磁场 从有变成没有 于是它这个电流 就是这个 电动式就是这个方向 所以它电流 继续保持 它不会马上变成0 所以这个方向 跟这个相同 好 这个时候 就 T等于T的时候 我们假设 这个线圈上面的电流是I 它从I0 已经变成了I的时候 那我们根据KVL 你看这里 这个下降 这个下降 这个是上升 所以是VR1 像是VR2 要等VL 是Cultural Votage Law 然后我们把 VR1 VR2 变成I 变成R1 变成R2 VL 都要去绝对值 因为方向我们都画了 去绝对值 现在这个VL 要用负的 L D 还有OVD 为什么呢 因为 现在电流是随时间减小的 它本身是负的 所以你必须要成一个负的 才会负负得正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R1 叫R2 变成R 而是呢 这个设计可以写得 比较更简单一点的 就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OK 那么 上面的电路方程 它的 初始及末后条件分 就是这个 就是刚刚那个电路方程 T等于零的时候 I是I零 我们刚刚讲 它先充电到I零 再把它 卸到这个 Switch2 Position2 好 于是 我们就说 DI over dt 就等于I零 I是I零 R是R1加R2 就变成这样子的 OK D approach 是Infinity的时候呢 I是零 所以DI over dt 就等于零 好 那么在零跟T之间 零跟T之间 我们就像这个 好 你现在把这个I跟DI 放在这一边 其他的 跟dt放在这一边 积分 就变成这个值 这个 我们把这个 画成Exponential 所以I呢 就等于I零 乘上Exponential 所以这个值 因为Logger 这个 等于 负R over dt 你可以变成什么呢 I over I零 的Exponential 负R over dt 然后把I零 乘过来 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把I 恢复成为R1加R2R 恢复成这样子 好 那么 这个少了一个T 这里少了一个T字 少了一个T 好 那这个 导数就是这个 时间 T2 导数就是时间的T2 放出就等于这个 这个要加一个时间 就Logger一个时间 好 那么 这个是 I Switch 就到位置2的时候 位置2的时候 好 那么 我们已经解出 电流等于这个 电流等于这个 好 电流的时间 电话率是这个值 好 有的这两个值呢 我们就可以用来求 这个 VR1跟VR2 还有VL 比如说VL 它是等于负的 好 那记住 这个地方是等于负的 我们前面 有 好 也讲 这个 VL等于负的 L DI over dt 这个是绝对值 这个是绝对值 因为在 我们这个 是可以负许 里面 它是用绝对值 这是减小的 所以负负的 正 好 那你就把这个 带到这个地方来 VL就是这个 OK 那么VR更简单了 VR的话 你只要把那个 I乘到R1就好了 就是VR1 I乘到R2 就是VR2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例题 一个电阻 0.37个O5 质感系数 53个mH 它接在电动时 Y的两端 现在电流 当电流从0增加到最大值的一半的时候 要 要 通过多少时间 就是当Switch 接通了 那由 现今是雷 然后慢慢的增大 增到最大值的时候 问 要经过多少时间 好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 等效电路啊 像这个 一个电竹 就这个是一个 其实这不是两个东西了 这是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罗线管 就是一个线圈 它本身具有 除了具有 质感系数之外 它还有电阻耶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电阻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电阻 跟这个质感基础 当作是一种串联的 所以这个整个就是一个电感器 其实就是一个电感器 现在这个电动性的两端 我们把它的 我们把它的 等效电路 画成这个样子 电路接通后 T秒的电流 这个你看 这一接通 对不对 它的电流是从零开始增加 零开始增加 那你可以用 那你可以用 我们刚刚讲的 一接通的时候 这个是 刚刚接通的时候 这个是 断路 断路 那么接了很久很久以后呢 就是短路 电流就是等于 Epsilon of R 就是最大电流 最大电流 然后这个电流从零开始 逐渐的减到零 那就是 客户里头 这就应该是 E解 Exponential T over T 那么 这个就可以写成 I Maximum E解到T over T 这个Tal呢 就等于 L over R L over R 所以从这里就知道 这个是 所以你看看这个数字 其实不是用倍的 就是你要记得 电流从零开始增加的时候 就是最大电流 乘上Exponential E 客户1解Exponential T over T 因为这是代表 上升的曲线 对 好 现在我们另 这个电流 它是要什么 电流从零增加 最大值的一半的时候 当I T 等于 最大值的一半 二分之一 I Max 等于这个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重做两个式子 等号 第一节Exponential 负 T over T 那等于二分之一 那么化成这个 最后我们就解除 T是等于T Metro logarithm 2 那是等于0.105个second 所以你要把这个式子把它弄通 这个不是用对的 你把它死记起来告诉用了 你不会觉得你用对了 用的对不对 你心里都会很怀疑 一定要做了相当多的例子以后 你才能够对这个式子们有信心 OK 好 现在我们看 另外一个 这个图 这个图是 我们这里有一个 自感性 线圈跟 串源 这个又一个图子 这又是一个 线圈跟 电竹串源 我们要求什么 现在告诉你 电竹数是18伏克 然后 R是9.5 通通是9.5的一个 R是2.0的 mV 求 这个S 接通的送间 但是S 接通许久 送间的时候 电竹数是在 流行这个地方的电流 或者说 接通很久以后 流行这个地方的电流 但你这个要不要 把这个S 可以归项 怎么都能写出来啊 看起来好像很麻烦 对不对 其实你只要把 当初啊 当初 教你们的 起初条件 落后条件 用上去 这个 很快就做出来 比如说 PART A 电竹 就是这个 开关 接通的 瞬间 这是T的 0 T的 0 感应器 或者是 Coyle 是相当什么 我们刚刚讲过 段路 对不对 这个段路 这个段路 所以 这个路 这个电路 等下电路就变成这个 就是PART A 这两个都不会有电流通过 所以电流一定是电子流 所以这个时候电流是什么 A A不是说说OVER R嘛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下电路就是 就是这个 对 好 我们数据接了很久 也很久以后啊 感应器是 短路 这两个短路 短路的话就等于这三个并远嘛 三个并远的话 它的等效电阻 就是三公斤 一二 那电流呢 这是等效电阻 电流就是 IPSOVER R EQUIVALENT 一六万倍 所以你只要知道 起初状态 跟末后状态 所以起初条件 末后条件把它带进去啊 很快 这个题目就做出来 啊